罗大夫 给您 呦 那一秤呢 这是院工会啊 办给工会小组的奖品 是吗 我看啊 由你们包管好了 那请放这吧 我先秤秤 秤秤看 这家 眼瞅着掉了将近五公斤 我见 作为目击者 我可是亲眼看到 你和马尼林分手之后 整个人啊 就像说了水一样 这倒是一个减肥的好方法 你也用不着减肥啊 你就说到这个家庭啊 看着小 这要真着起火来 那就是烧心熬人哪 真难受 你们家现在的后院 火灭了没有 嗯 还有点灵芯火种 可我就不明白了啊 你现在是呢 前妻已离 新人待娶 你有什么值得烦恼的呀 哪那么轻松 我现在这种心态啊 需要恢复 一提到结婚 再婚 我都害怕 老姐 像这种情况 你跟方琴谈过没有啊 这有些话啊还是不说的好 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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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瞧你这乱子 跟猪圈似的 怪不得人家红霞给你吹呢 吹就吹呗 反正一个人啊 也挺轻松自在的 对 做好你一个人过的准备吧啊 那红霞可是有人追呢 追就追呗 咱也挡不住他 你还嘴硬 你后悔去吧你 不是人家看不上咱才吹的吗 我有什么办法呀 其实你两个是误会的 调查你的事 人家红霞压根就不知道 是他女儿自己去做的 善了 不提这事了 这是以前的事 问题是人现在 红霞他忘不了你 没想到吧 说真心话呀 从那次那个事刺激以后啊 我这真是有点发怵 咱配不上人家 别把人家给耽误了啊 你看 人家红霞现在 有跟你好的意思了 这多好的机会啊 你别让别人给你追过去 你要珍惜这机会 傻了吧 一听说有竞争对手就傻眼了 那你说该怎么办 怎么办 找红霞去啊 追啊 知道追求的意思吗 你得去追啊 求你这傻样 喂 我方琴 方老师啊 我是金家沙 金大夫啊 您应该没想到 我给您打电话吧 我去社找您 不知道您没时间啊 行有时间 请慢用 谢谢 那这环境挺好的 对啊 金大夫今天叫我来 有什么事吗 没想到方老师 是个直接了当的人 我今天来 其实是为了罗健的事 来跟你谈谈 好啊 我知道 你想和罗健结婚对吗 想啊 你不是都管我叫嫂子了吗 我有点小小的建议 不知道可不可以提供给你 好啊 求之不得呀 如果 你想得到 你要追求的东西的话 我想最好 可以辗缓一步 有句古语说得好 欲速责不他 金大夫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强迫他呀 作为他的同事和朋友 我可能比你 更了解他多一些 我清楚他的价值 也知道他的死血所在 用一句话来概括他 应该是在事业上 技术精湛 在生活上优柔寡断 我在担心 像他这样一位 再跨越一步 就可以成为一个有名的外科专家的人 会因为生活中的一些琐事 就给耽误了 那金大夫 说这些话 我想 大概不仅仅是因为同事之间 对他事业上的关注 或者说 朋友之间 对他的关心吧 那金大夫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真的没太明白 我确实没有别的什么意思 我对罗建 只不过是因为 同事的关心 跟朋友的爱护而已 不过我承认 我确实欣赏他 好像 欣赏有的时候 就是爱情的代名词吧 如果要谈爱情的话 我想我不会等到 等到你出现的时候 才来表达吧 我和罗建是同事 又是朋友 我的条件 应该比你优越一些吧 金大夫真自信 你优越在哪儿呢 年轻 漂亮 可是 罗建爱你吗 我觉得我很难回答你 金大夫 挺有个性的 而且是现代女性的一种 坦率 方老师 我只不过 作为一个旁观者 提点建议而已 我认为 有的时候旁观者更清楚一些 信以不信 还是你自己做判断吧 不过我认为 女人只有笑到最后 才是真正的笑 你最多是想要的 是想要求你 我认为 有一点 最好的 我认为你 你也认为我 我把我的话都表达清楚了 至于怎么想我呢 那是你的问题 我先告辞了 对了 单元我已经买了 好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